大家好,欢迎又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又不只是Steam Deck 因为我今天会弄了PC版 之前在Facebook说过 我正在弄了Betazera 基本的64GB版本 会放少少游戏在里面 整理好 只要大家下载的画面档 接着拆下SD卡也好 或者是PC的,拆下Hard Drop也好 USB 手指都好 就可以立即玩到 你自己要加游戏 要再Edit东西 也可以,绝对没问题 我还有选择了挺漂亮的 有点像Hyper Spin 又可以选单界面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大家不想自己下手下脚 由头Betazera 弄起 可以用这个做Bass 接着再加游戏 等等 我今天就分享这个 现在就开始 我有两个画面档 一个是PC版的 大家如果没有Steam Deck 有我这些好像Emonet Windows 100 或者其他PC的掌机 或者Laptop 或者电脑都好 都可以用这个版本 我连续可能会放在下面 描述箱里面 不是那么方便 用今天的主题 去到我Facebook Page 找今天这个Post 那里就有再连结了 一个是写明PC版的 一个是Steam Deck版的 我现在用Steam Deck 去做示范 给大家看看有什么 先说明 这些游戏界面 不是我弄的 是我找回来的 HyperMax Plus 8 好像是叫做 有班人自己弄的 我觉得弄得挺漂亮 这个真的是 好像Hyper Spin 那样的 我用了这个 接着呢 我就自己 Edit 了些游戏 加了些游戏 等等 那么 我这里只有四千多个游戏 基本上 玩舊的游戏都有 但是我主要 这里呢 就加了 Xbox 我最喜欢玩的 Spike Out Battle Street 那这个 也有多少个网友 问我怎么弄的 所以 顺便加了这个 这个已经设置了 Xbox 还有呢 就是Model 3 我亦都放了 Spike Out Final Edition 所以这些都玩到的 大致上 其他 例如 Creamcast PlayStation PS2 那些我都有放的 但是全部都放一只 这些游戏 大家就这样 加一些游戏 已经设置好了 所以大家可以 就这样加游戏 在卡上就可以了 这些游戏 我会和大家分享 怎样加游戏 怎样去刷这张卡 等等 那我们再进行游戏 Final Burn Neo 我们有 526个 这些都是很 稍为旧的 街机游戏 都是经典的 刚才说过 Xbox 有一只 PC Engine 这些游戏 有190多 任天堂 这个是灰机的 700多 Game Boy 也有500多 超任 800多 N64 也有 我放了一只 对了 Game Boy Color 好像放了一只 GameCube 我也是放了一只 Game Boy Advance 有两只 V1 3DX 有1只 3DX Open Ball 也是放了1只 Atomic Wave 有9只 Siga Mega Drive 有800多 Game Gear 有200多 这个 Siga CD 有30 Siga 7 有1只 刚才说的Model 3 有19只 Dream Cars 一只 Nio Geo 也有100多 这个有些 KOF 那些 应该都由朋友 有兴趣 所以我也放了多一点 因为这些 用量不太大 对了 PlayStation 一只 PS2 一只 PSP 一只 基本上 所以 total 4千多 那 Favorite 这里 我放了一些 我比较会玩的游戏 大家可以 如果嫌疑我找东西太多 这里 看都可以 是的 一些我比较喜欢玩的游戏 是的 是的 大家看到了 一直拌 图 都挺漂亮的 有完 影片了 是的 OK 除了Steam Deck之外 如果你是PC版的 我建议大家 因为始终各个用的机器不同 我现在设置了那个是 for Win 600 如果 你是其他掌机的话 可能一些Rotation 有不同的 或者你是Laptop 要设定正常的 要怎么设定呢 我们按Start 这里进来 去System Settings 这里 这里有一个Screen Rotation Steam Deck我设定Auto 所以没问题 Steam Deck 如果你是其他掌机 我Windows 8 设定了90度 如果你是普通Laptop 可以设定Auto 或者设定Auto 如果其他不同的掌机 PC掌机 就试试一下角度 因为部部有些不同 有些可能90度 有些可能270度 所以就在这里调 调之后 返回后 它就会正常回 调之后 其次还有些什么呢 我呢 User Interface 这里 我加了 这个不同的Theme 大家自己可以更换 如果不喜欢这个 是的 我会建议大家进来 除了Steam Deck 之外 Game Controller 因为每个都有不同的 所以这里 去Map Controller 以免有什么键 按不成功 我设定了 这个Select 就是Hot Keys 所以离开游戏 开始和Select 一起按 就离开游戏 主要是这些 譬如Xbox 我试试游戏 譬如你想 版面拉阔的 或者缩细的 你可以按住A键 尽管 我会建议 如果大家不肯定 的话 就放Original Resolution 大家可以试试 如果你想把整个画面 没有黑边 就可以试其他 试乎自己的喜好 还有Decoration 这里我设定了 Auto 如果大家不喜欢 有图的边 这里可以off None 不然 它会随时 有这些图 在旁边 对 OK 大致上是这样 这里可以做些Setting 我们按进去试一试 这款最近我 因为最近设定了玩 我就觉得挺好玩 所以打爆了Game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里 选择不同版去玩 感受过 其实 这个和街机版的Spike Out 这个容易玩很多 大家如果有玩开 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设定了 我设定了一个按钮 因为这个不是Joystick 我设定了 B的按钮 是R2后面的按钮 可以一路处置 一路处置 而是在这里按 很难按两个按钮 A 设定了A是拳 B是脚 Y是跳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按钮 在选择 这里再设定按钮 都可以 对 刚才说过 我已经玩 爆了Game 所以 Safe 是有了 你可以在哪一版 开始 就在哪一版 开始 讲过是模擬器 令到这些 过关 动画 有起格 对 不关部机事 但是玩的时候没有问题 如果要离开游戏 打开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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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Steam Deck版是SD 记住自己按照自己是什么机器 就下载 两个都是有分开很多个 WinWare 材料 用WinWare 去解压 只要你有WinWare 之后 隨便按一个 解压 它里面有个Dotbin 的材料 直接拉到任何地方 解压 先 它在解压的时候 我们打开我们的搜索 接着呢 这次需要一个软件 叫Image USB 就是这个了 我们先下载 同样 下载完 也是要解压的 OK 解压完在这里 先洗一下 OK 稍后要用这个 现在的分别就在这里 因为Steam Deck 就会允许到你的MicroSD Card 那这个 程序呢 我们用这个Image USB 就需要一定是 拆到USB 那不可以直接 拆一张SD Card 所以建议大家 有一个 USB 的 Adapter 我来插这个 MicroSD Card 插到USB 那就可以 拆到我的Pelicera 系统了 如果你是 PC 版 的话 无论你是 Hard drive 也好 USB 手指也好 也可以 好了 解压完 它有一个Dotbin 的材料 如果你SD 就有BaseSD Dotbin 之后的做法 就是一样 我们先打开刚才 刚刚 下载的 Image USB 先 弄完之后 如果怕大家自己找不到 可以去搜索 这里 Image USB.exe 对 有一个这样的 我们现在插 我们的 USB 手指 刚才说过 如果你是SD 的话 就插MicroSD Card 去USB Adapter 那应该可以解释到 我这个是64GB 卡 不要按错 因为有些是你的Hard drive 我这个 57.2 应该是这个 我先按这个 接着我们是要 Write Image to USB Drive 接着这个 可以了 第三步 去到 搜索 找回刚刚解压的Dotbin 我就在我的Hard drive 找回这个 总之就 你们刚才解压在哪里 就是在哪里 按按 接着就按 按 可以了 先按 所有的Yes 需要几长时间 预计 也要半个小时 大半个小时 对 完成之后 就可以拿去你的Steam Deck 也好 拿去你的PC 也好 或者你个 好像我Vinox 8 的帐机也好 就可以搬进去 Belizera 好了 刚才忘了拍 完成之后 就会有个绿色的 画OK 刷完 如果你是PC 的版本 你的手指 我应该有这两个 一个是Belizera 就是System 大约6GB 另外一个是用来放在ROMs 就是50多GB 那些ROMs 就放在这里 这个就是PC版和Steam Deck版的不同 Steam Deck版 你在PC里面 就讀不到 它的游戏ROMs 只是讀到这个位置 但不要紧要 如果过游戏 我会再和大家说 如何过游戏 但如果你是PC版 直接可以在Windows上 过游戏 我们现在按一下 它里面 就有ROMs 这个位置 这里 就是放在你的游戏ROMs 所有不同模拟器的名字 都在这里 基本上 差不多 这里有的 应该都支援 那视乎你的手机 究竟不够去玩 Switch 那些 我就没有设置到 因为还有些键 但基本上 我有那些 譬如PS2 你按进去 放这些游戏 就可以了 每一个Folder 里面 有个Text File 你按这里 它有画明 给你听 是支援什么 游戏 例如ISO MDF CHD 等等 这些都支援 PS2 里面 各个Folder都有 所以都很清楚 譬如PSB 又有一个 它说支援 这三种 等等 可以直接拉到这里 就可以了 所以 如果这张卡 128GB 可以再放更多的 就放到这里 如果有些游戏 不想要 可以在这里 也行 我们现在 拿回手指 试试 刚刚拆 Belizera OK 准备好 USB 刚才的USB 插到这里 接着 如果我是 Vin600 按开机 和音量减制 一起按 亮灯之后 就放开关键 就会再进入 Boot 机画面 如果你是 PC 只要看你自己的机器 如何进入 总之 进入 Recovery Options 就可以选择 选择你的手指 Boot OK 应该成功 没问题 出到我这个Logo OK 没问题 刚才说过 如果你是 PC 版 我会建议大家 记住 在控制器 先设置 Map 手指 如果你是 Windows 版 应该可以 Map 完之后 应该没问题 我会建议 因为每个人用的 按钮可能有点不同 OK 如果你是 Steam Deck 怎么boot 进去 插好你的 SD 卡 接着 音量减制 和开关键 Bsend 就放开关键 直接看到这个画面 OK 那我们选择 SD 卡 这个 好了 是没问题的 如果大家想 在 Steam Deck 过游戏 其实有很多方法 但如果你想 就这样 在这里过游戏 可以插 一个 键盘 用一个 Type-C 的 Adapter 先 连你的键盘 接着键盘 按F1 F1 这里有看到 F1 Files 就可以进去 这里 这里 就可以 ROM 先过游戏 插其他 Hard Drive 或USB 就会多了类似 这些东西 在下面 那你就可以 过游戏 了 或者 你也可以 关键 对 我们可以去 Steam Deck 去Power 去Desktop Mode 而Desktop Mode 它其实是可以读到那张卡 大家看到了 Betazera 下面的Share ROM 放在Share 的Folder ROM 这里 可以接触到 你的游戏 可以直接拉到这里 放来放去 对 因为它这个已经是Linux 格式 所以可以直接在这里读到 所以这里可以割游戏 所以 非常简单 好用 大家有兴趣 不妨真的 去我Facebook Page 找今天的Post 下载来试一试 或者我稍后会在会员频道 会分享多一点 汉化游戏 或者日版游戏 等等 这些不方便 在外面分享 希望大家 就like我Facebook Page 就可以在那里 多一点资讯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喜欢这条影片 请大家点赞 还没按订阅 按下订阅 再按下订阅 那我新影片 就会通知大家 如果想请上杯咖啡 欢迎透过支付我 或者PayPal 或者直接加入我的Patreon 会员频道 都可以的 详细资料下面 description里面有 好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